说佛世界 爱欲是根本烦恼 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何断除男女情欲 这个确实是六道凡夫的大烦恼 爱欲是轮回的根本 如果不断爱欲 这轮回是很难出去 我们这一生要往生净土 也是要断爱欲 不断爱欲 那怎么能出三界呢 西方净土不在三界当中 在三界之外 在十法界之外 那我们要出去不断不行 无量寿经上讲 你看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品说 要怎么往生啊 若不能大精进禅地 要当作善 你不能够修大精进大禅地 像过去祖师大德那样 那你至少要做善 这做善是实善 实善所谓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淫欲 四不妄言 五不欺欲 六不恶口 七不两舍 八不贪 九不春 十不吃 第三条是不淫欲 这跟十善夜道经里面讲的 十善不一样 十善夜道里面的 那个第三条是不邪淫 不邪淫就是夫妻之间正淫可以 邪淫不行 夫妻以外的不行 那无量寿经要求的标准就高了 不淫欲 就没有欲念 他这里强调是不淫欲 就是没有欲 他没有智慈 没有事 夫妻之间 丈夫不学佛 太太学佛了 要往生西方 不淫欲 好了 这下可能闹得跟先生 很矛盾 家里就不和谐了 这个也不是办法 别人看的是学佛弟子 怎么一学佛 家里就不和谐 就闹离婚 师父讲的闹离婚 那都是 这个 岁月很大 为什么呢 你这是扰乱社会 你社会本来安定和谐的 你这又闹离婚了 影响一片 更影响学佛弟子形象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那我们看看这经文想不淫欲 就是我们自己啊 要把持好自己的心 净土是大成 大成行门 重心不重事 这说明世上有 这个不是关键问题 心上要放下 不淫欲 他没有说不邪行 不淫行 行为上他没有禁止你 他说不淫欲 所以夫妻之间 那就懂得横顺众生 学习功德 当然夫妻以外 是绝对不可以了 那这个欲怎么断了 太难了 特别你还有这个事 你就不能断了 怎么断 首先你要文明 你看经上讲 文明功德 四十八大院 我们刚学完 有其中十八个院 都是讲文明的功德 十方的众生啊 文我名号 就能够怎么样呢 发菩提心 这菩提心 就是觉悟的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的心 这个心就发起来了 还有若文我名 得清净信 信心清净 信心清净里头 没有杂染 爱欲就是杂染 还有若文我名 常修殊胜凡横 这个泛横呢 就是清净无欲的行为 殊胜凡横 心里没有杂染 跟众生相处 能够横顺众生 随起功德 而自己出乎你 也不然 殊胜泛横 你看这些功德 哪来的 文我名号 就是你要真正把名号功德听明白了 你就得到 所以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断爱欲 要从文明下手 具体而言就是你要不断的听经文法 尤其是听这部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就是讲名号功德 文明就是讲听无量寿经 听无量寿经就得佛的愿力加持 就能帮我们断烦恼 出三界 就让我们信心不退 就让我们能修殊胜凡横 这爱欲就能断 这是靠佛力加持 你要知道爱欲 见词烦恼里面最严重 这经上讲 幸亏只有一个这么大的烦恼 假如再多一个这样的烦恼 跟这个平等的相同的 这众生可能永远都在轮回 出不了三界了 幸好还只有一个 但这一个都不容易断 靠自己的力量断不了 这是说真的 古人可以 佛陀时代 这些阿罗汉弟子都断了 他们正离遇阿罗汉 离遇就是断了 靠自立 他靠持戒 靠修订 可以 现在末法时期 我们众生根性陋劣 而且这个社会染污到极点 比以前是染污的百倍千倍 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自己更新又长 没有定力 你还加上这么多诱惑 你怎么能断 自立是断不了 我自己想想 我也是断不了 靠什么呢 靠阿弥陀佛 靠佛力 可以 怎么靠佛力 你得先文明 你得清经文法 不能间断 你把心安住在佛陀的教会上 你就念念都是正法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那个爱欲心 它自然就断了 佛力也加持 它自然就没有了 这是第一条文明 第二个呢 这个 学习因果 因果教育很重要 我们看到 印光大师特别推荐的一本书 叫《安氏全书》 《安氏全书》分成三个部分 四个部分 上半部呢 是文昌帝君英志文的注解 周安氏先生的注解 下半部呢 有三本 一个是 万善先知 劝戒杀 一个是 欲海回狂 劝戒赢 第三个是 西归直指 劝你们求生净土 这四部书合在一起 叫《安氏全书》 《印光大师》 赞叹美 《善氏》第一奇书 所以安氏先生是 菩萨成愿在来 为我们呢 注这部书 帮我们众生断烦恼 念佛往生 那么《欲海回狂》这本书 确实非常有效果 你要断玉 那这本书应该摆在暗头 尝尝看 我以前就经常看 学佛没多久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就拿出来学 看了不少遍 有机会也拿出来看 到现在 偶尔还拿出来翻一翻 每次翻都如干露灌顶 这书里头的这些道理 看了之后 真的就心里就清净 这里面有英国 讲了很多 告诉我们 淫欲得到国报 很惨烈 万恶淫为首 现世 可能就遭到很严重的报应 那来世 那就是地狱 男 抱铁柱 就火柱 女卧铁床 都是淫欲 赶招 所以英国 道理要明白 不赶走 那么平常 熏习 英国的道理 那么 欲念呢 要尽量降低 但是呢 要扶断 甚至跟断 就很难 跟断是断根了 那就是离欲阿罗汉了 一般凡人 扶断也不容易 就是你能够把念头扶住 什么都不起来了 这叫扶断 除非你得到念佛三昧了 这就扶断了 没得念佛三昧 那阿弥陀佛 一下忘了 这些念头就起来了 这是习气种子啊 尤其是在境界限前的时候 就很难保 男孩子见了女色 在面前不容易 说古语又说 英雄难过美人观 那可不是开玩笑 那比是富汤导海还难 这个时候你能按耐得住 平常学的英国 可能就是全忘在脑后了 真不容易断了 所以安氏先生特别推荐 一个什么方法呢 不静观 不静观真好用 他直接对峙 我们的那种爱欲的起头 源头 为什么有爱欲 你以为那身体很干净 很值得可爱 这是你的欲念的来源 现在不静观呢 直接了当把这个念头 给摘下来 这身体是臭惠不堪 没有什么可爱 那我们就 一下子如 凉水浇头 那浴火就吸下去了 最重要的 你能提得起这个关照 那提不起来就麻烦了 那怎么在境界中还能提得起来呢 平常得用功 平常得常常想 常常观 这是对峙自己的烦恼 男的对女的 女的对男的都是这样 因为这欲念这个问题 男女都有 这个 生生世世这些 夜袭种子 积累的很多很多 为什么 轮回就是靠这个 爱欲 不断不行 所以四念触观 第一个叫我们 观神不尽 小城 也特别重视 大城也不例外 三十七道品 这第一个四念触 四念触通大小城 观神不尽 尝尝观 你看这肉皮底下包的是什么 臭惠不堪 那都是皮啊肉啊 能血啊 那些体液啊 那很臭 是吧 你看这个汗液出来 很快就快变臭 尿液出来也很快变臭 还有大小便 吃进去的再香的东西 出来的都变臭 说明那身体 多污污臭 我现在讲讲大家也能入观 这有好处 不要害怕 这是一种修行的法门 佛特别赞叹 常修不尽观的笔修 说你能够修不尽观 实际上啊 你身上就能出 幽波罗化香 就清廉化香 为什么呢 你有戒 戒香 因为你没有碍然之心 所以要常常观 你看那身体里头这么乌臭 不要被表面的那层皮给迷惑 特别男孩子 男生是最容易受迷惑 看到女生 那外面 那骷髅外面包那层皮 就觉得爱不可 爱得不得了 那我曾经在 这个安徽炉江实际城寺 师父上人 08年去那里呢 住过半年 那么我也跟回去 师父老人家呢 让我带一个华言班 十几位法师 我们在那里学四个根 当我给大家讲 这个沙米律仪的时候 我就讲这个断银嘛 就讲这不尽观 我就在网路找了些相片 不尽观的相片 那有一张相片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女的尸体 很年轻 样子也长得不错了 那个尸体是什么样呢 她的尸体啊 那个头是被锯开两半 但是每一半呢 看起来都是挺漂亮 但是是两半 中间裂开 然后的群身呢 当然是因为解剖啊 把一个的解剖 它是个真人的尸体 可能是被谋杀 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 那个尸体呢 就被开膛了 从上面一直开开开 开到下面 然后皮都打开 里头那些肠啊 那些里头的五脏啊 六腑啊 子宫啊 都全部出来了 你就看看这个相片 有什么可爱 你想起来都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是 看着这个相片 想起佛在经文上讲的 恶臭不尽 无可乐臭 有什么可爱 再加上这层皮 也不是永保青春 对吧 它有病的时候 病的时候 那个变成了 非常的肮脏 皮包骨 瘦骨如彩 这时候头发蓬松 两眼深凹 面色轻 戴着白 全身还有一种 难闻的臭味 你这个有什么可爱 你就这么关 还有白骨关 关那个窟窿 那窟窿 人人都有 你看那层皮很漂亮 把皮密接 那里头就是窟窿 面皮底下就是窟窿 你能看透那层皮 看到那个窟窿 你就没有遇见了 常常这么关 确实帮助你 离遇 尤其是在境界上 每次当前 马上提起这个正念 不静观 它帮助你降服 这是比那个因果教育 更管用 因果教育呢 比伦理道德教育管用 伦理道德教育 有时候都不行 这是礼义廉耻 我们要有耻心 要做正人君子 但是一到美色当前 可能正人君子也不做了 因果可以帮助 因果这条防线都破了 不静观可以帮助 不静观有没有说 用不上的时候呢 功夫不到 也可能用不上 有些欲念很强的人 哎呀看到 想不起那个不静了 他念头就想不起来了 怎么办 最后还有一道防线 念观世音菩萨 这是法华经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里讲 若人多欲 功念观世音菩萨 既得离遇 观世音菩萨 寻生救苦 随机赶赴 千处祈求千处印 人有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泄脱着 当我们现在这个爱欲的 欲火当中的时候 这是恐怖啊 这是极难啊 像阿难尊哲 他遇到摩登前女 那天我把这个故事 跟大家讲了 那他就没念观世音菩萨 他要念观世音菩萨 他就没有问题了 那时候他就是 平常没有熏悉 忘 所以他如果能念观世音菩萨 什么咒都能够解开 观世音菩萨 就是在极难恐怖的时候 为我们这些众生 来解脱缠缠 解脱苦难 而且他的这个愿呢 就是呢 迅速让你解脱 尤其是灾难当中 那这个属于犯行难 犯行难就是快要破戒了 这是大难 在这个大难当前 你能够提起观世音菩萨 圣号 保证得到协同 你的欲望就没有了 所以平常 我们要自己多羞耻 常看着观世音菩萨 你能看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形象 就得心清凉 你的欲望就生起来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 威得愿力加持 所以这也是靠二立法门 净土法门呢 其实啊 他这个范围很广 你想断爱欲吗 也是靠这个法门 求佛力 求观世音菩萨 这法华经上假的 那决定管用 要是不管用 那佛就是打狂语 所以呢 这等于啊 好几道防线呢 是吧 那平常你就多念观世音菩萨 自然就消灾免难 欲难成乡 风凶化吉 你要看破 爱欲这是凶啊 这是难 我们要远离他 求生净土 那么求佛菩萨加持你 你这生能够平平安安度过 要知道 十方诸佛会护念我们了 我们走到哪里 不管走到哪里 那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菩萨 极乐世界 无量无边 诸上善人 他们天眼动视 都看得我们清清楚楚 所以你怎么 你怎么敢做那些事情 你做的时候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太不好意思了 就得放下 所以你常念佛的时候 一念佛 你想要到佛就观察着我 这是儒家讲 十目所视 十手所指 其言乎 何止十手所指 十个指头指着你 十个眼睛瞪着你 不指 极乐世界 所有的佛菩萨 数都数不清 你看那目见连尊者 多少目见连都数不清 这么多的人数 他都看着你 你还敢照吗 是常常念佛 念观音菩萨 就没有这些问题